大家好,這裡是默契,今天呢要回來玩PASSION 那就直接從上個進入開始 好,終於又回來這裡了,我還可以回去嗎? 喔,可以的 其實我上次呢,在想說我是不是不應該把它... 它都變成白色 它應該已經...對呀,不行用 好吧,算了 要跟他們聊聊好了 上面有一張唱片,我想要好久了 趁熱拿走不知道會不會被發現 還是不太好吧 好啦好啦,開玩笑的 我只是看一下 好 架子上放著唱片跟節拍器應該是屋主的興趣 看出去都是一片樹林,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比較好 在房子裡等待救援好像比較有希望 雨下這麼大,我們逃不出去也跑不遠的 唉,真是倒了八輩子的霉才會遇到這種事 要是當初沒有來就好 化妝的花瓶插滿的花 搞不懂你們為什麼還可以這麼悠悠哉哉的參觀 不過也沒什麼其他事情好做 要不我也去看看這裡的書吧 這裡的...這裡的確收藏了很多書 放輕鬆點,未必不是好事 說不定胸肉腳住離開了 我們只不過是騎人憂天罷了 要不然你出去看看 我才不敢耶 出門前看了天氣預報 說這長魚說不定要下一整晚 你看,這麼大的魚缸卻一條魚也沒有 真不知道這家的主人在想什麼 嗯,是喔,感覺太詭異了 人家養的鯨魚雖然住在小小的水缸 不過每天看起來都很有活力 不過不知道哥哥有沒有幫我餵魚 遠家好像回家 我們一定很快就能回去了 我想的時候總是因為彈琴的姿勢不好被訓斥 好幾隻差點猜了家裡的琴蟹粉 不過後來也就習慣了 反而有點懷念 小時候的事我都想不起來了 忘了也許是好事 以後的我一定會想忘記今天的事 那我稍微... 音樂還是調小一點 感覺有點大 還可以彈 應該是很久沒有調音了 應該是很久沒有調音了 是嗎?我不太懂音樂 請你不要跟我說話 我必須見證有罪之人的笑話 這個人有點奇怪 這個人有點奇怪 其實我可以自己試試逛 欸?欸欸? 喔一起來了是不是 所以這個到底要...到底要怎麼泡 啊我想要去裝水 看能不能交那個壁爐 現在看還有意義嗎? 好像也沒有新的 沒辦法往下轉 直接你看喔 我想要去裝水 看能不能不可以裝 喔還是可以欸 可是...我如果裝水他就不給我吸收 那我來去看看有沒有辦法交 如果不行就算了 試用過不行 哼 來 那我們現在是要回去看一下那個嗎 那個是誰啊 那個是誰啊 排射林嗎 去看看他 我覺得放他一個人在那邊 有點危險 欸 不行 那我現在要去哪 啊 門也不能去 這裡哪個過啊 樓上欸 樓上可以不可以去 喔 我的口紅 忘記在餐廳了 蛤 那種水油很重要嗎 當然很重要 我回去拿一下 等等就跟上 我陪你去吧 就是一個人不太安全 沒事啦 用個... 凱瑟琳不是也在那裡嗎 那樣... 那樣... 不...不反而危險嗎 我們已經是好朋友了 而且他一個人一定更害怕 真的假的啊 快直接上來了 安娜 就房子這麼大 一定有電話之類的 我們打電話叫支援 一起躲在裡面 不應有事的 不 我只是想... 讓... 我只是在想 我們還是不該讓... 呃... 吉士卡老大 也磨磨蹭蹭的 我更沒興趣 就在這種... 令人發毛的地方 比起那女人 還不如趕快找到電話 怎樣啦 小心我救你喔 你從剛剛開始 就一直令人很不爽 你敢碰我 我一定會告訴你 偷到簡單的大猩猩 欸...不要打架啊 對啊...這時候不要打架了 快住手 這種時候 請內訪就不好了 隨便啊 反正這些傢伙的死活 我本來就不在乎 她最好也被殺了 丟在某個角度生存 你們兩個也吵了一陣子了 要不來一起去看看 那個女孩怎麼樣 可是喔 我也很擔心 欸...她直接去了 欸... 怎麼變那個... 鐵絲靈...跑出來 發生什麼事了 吉士卡沒跟你在一起嗎 剛剛她幫我進來了 說要拿口紅 順便幫我鬆爆 你先冷靜點 慢慢說 突然出現一個很高大的黑影 把吉士卡抓住了 我只要趕快跑出來 那...她人呢 你們別過去 搞不好還在裡面 沒關係 我去看看 我也一起去 啊... 啊... 吉士卡死了 剛剛窗戶不是都說好了嗎 都怪我 應該堅持陪著吉士卡來的 蛤... 天啊... 我現在... 既然走... 走向壞結局了吧 因為大家都... 一個一個接著死掉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救的啊 一定是怪物 那個黑影的形狀根本不像人類 這麼可能有這種東西 少會說八道 一定是受到處罰了 她的行為就一直太輕浮了 才會被填罰 說夠了吧 你們這些人 都沒有一點同情心嗎 你們看 管家的屍體不見了 剛剛不是還在這裡的嗎 我出來之前還在的 也是剛才那一笑子而已 不會是被山裡的野獸咬著了吧 這麼可能 窗戶一直都是鎖上的 也沒有外地破壞的痕跡 野草了 現在開始 大家不要再鬧單了 都是我的錯 不該但即使卡一個人 都是我的錯 一開始就不應該 答應他們來這種地方 老兄 你冷靜一點 別自責了 我有責了呢 沒事 你也別想太多 而且剛剛也不能選擇 如果是我 我應該會陪她去 發生太多事情了 完全沒有辦法冷靜 我們一定會全部死在這裡吧 要不然我也衝出去找支援 只不過是下場雨 也不會有事的 別鬧了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你也看到啊 一定是像恐怖電影那樣 有殺手在獵殺我們 那那個 這個 他的男朋友 該不會正在被關在哪裡折磨吧 該怎麼辦 人家一定要救她 先回下來再說 傑西卡 也被殺掉了 接下來就是我 跟 馬克斯 剛剛還好好的 跟我們在一起的 明明只要我們陪她 一起行動 就會沒事 卻覺得靠近一看 更沒辦法冷靜了 傑西卡的腳邊 好像掉了什麼東西 傑西卡攜帶的手鏡 不過上面 沾滿了血跡 不過到底 是誰傷害她的呢 感覺只是普通的刀傷 旁邊的桌上 也正好少了一把刀 GAME OVER GAME OVER 所以我不能拿 欸 欸 那你 欸 就這樣死掉了 這是帥業吉士嗎 其實就是 那個女的殺的吧 這樣看 那我們不要問解析卡 直接就是 呃 呃 直接就是接下了劇情 可是如果是那個女的 那你也太過分了吧 她把她胸綁之後 直接下了解析卡 怎麼可以這樣 我剛剛應該先存檔 那我就不要問解析卡了 那 又放 柴火的病毒 感覺有些 雨溫 裡面好像有些 剛上完的灰燼 灰燼像長 這什麼 這什麼 493 喔 剛剛大家還說 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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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有說有說 那 好吧 繼續吧再見 沒辦法了 應該就是那個 方糖的那個數字 應該就是那個 方糖的那個數字 應該就是那個 方糖的那個數字 應該有辦法救啊 可是我不知道她的那個 在哪裡 會不會是跟我 拆花 有有有有差啊 蛤 事故加的太多 方糖沒辦法龍劍 逐漸凌存一大塊 壁紙上好像負責什麼 象棋 象棋的棋盤 不過好像少了幾個棋子 呃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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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怎麼啊 道具 使用道具嗎 喔 欸可是我不是要 我是要去哪 其實我是在亂放 有沒有 參考的依據啊 我看看 是上下是一樣的對不對 我看一下 欸不一樣喔 不一樣喔 嗯 這個不一樣啊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玩啊 他也沒有 沒有那個依據給我 好的各位我回來了 這個 我剛才也是出來想到 這個電視的部分 那 電視上不是有一些 英文字嗎 這個好像沒有 這個 這個 右上角有個C有沒有 C 第四台 跟G 第五台 那最後一個應該是E吧 因為 那個主角的眼睛沒有E 那我不曉得是不是E5 那我們來回到 棋盤這邊 之後他有個 G4 C4 G5 E5 可是我剛才也沒有看到他是 哪一個跟 哪一個放 C4 C4 我現在決定放喔 C4在這 C4 再來是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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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 C4 C4 C5 C6 C8 C9 C4 C7 沒關係 我想要直接到樓上探索可以嗎 這種地方居然有桌椅 是誰 會住在走廊嗎 哇 普通的衣櫃 不過裡面只放了幾千空住符 天色已經完全變黑 一副屋密布的樣子 桌子上擺著好幾本日誌 進入著管家工作的狀況 某月某日 今天主人在家中舉辦聚會 準備了許多食材 主人特別吩咐一定要確定每個人都享受這次的晚餐 這應該是今天的事吧 大家都很享受晚餐 只是誰也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 鎖住了 好 不能用 手提的行李箱 感覺像準備好學習要旅行 來自幾張字條 剛剛筆也許是被忘錄 這條像跟著一個錄音帶 取得一個錄音帶 床部整整齊齊的 不會是打理這諾大 宅底的管家 手提的行李箱 感覺像準備好學習要旅行 牆上掛著幾張成修的照片跟畫像 照片裡是剛剛那個管家 それ為那些東西給拍照 現在進行去的看作 墨具的柜子裡 放了一些筆記本和假物 好像很正在工作 就是得到一個錄音帶 喔 繼續 喔 就打開了 不能掉槍 OK 只是幾件工作服務 用來裝濕了物品的除草香 上面積了厚厚的回憶車 亂七八糟的 用這個櫃子 放著家庭和趙哥一些雜物 相關下壓著一張紙條 埃米爾 只顧著玩 把工作全都丟給我 均套不厭 是女優寫紙條 在互相抱怨嗎 剪張床積了厚厚的灰塵 嘴頭上沾著幾個紅色的頭髮 木製的櫃子上 上面擺著 日記本跟一些書寫用具 有個備忘錄 明天必須回老家一趟 某某請假三天 一 喔 又有一個錄音帶 第三的 喔 我要去來聽 九零的行李袋 裝著幾樣日常用品 看起來很久沒有人使用 進入著工作 請換了日記本 日記離現在很遠 應該很久沒有動過了 有個紙條 請將個冷物品收納在自己的位置上 OK 應該是管家給他們地下的規矩吧 看起來很精巨的茶具主 接了不少灰塵 那表示已經很久沒住人了 石膏的修相 這個房子還站在到處都有裝飾品 喔 其實沒有很大嘛 會不會很大 好 那繼續再說 在草叢裡找到的鑰匙可以把它收打開 使用了玫瑰鑰匙 這禮書被保存在玻璃櫃裡 應該是特別珍貴的書籍 一系列的小說之自其的擺在一起 樹葉像是被翻過了很多次 不過都有好好的歸位 沒看過這種工具 不過放在這裡也太奇怪了 啊 這個我知道 是用來給鋼琴調音的喔 也許可以拍上用場 都拿都拿 看起來很舒適的擺設沙發 在想好好睡一覺 感覺才被翻越過的樹極 那個就今天最後看 書籍上依照年份排列 可能是日期本或記事部 這麼多年的四季工具也像一刷一樣 難道這季還能試洗嗎 也太厲害了吧 已經翻越的泡泡蛋的書籍 封印也魔術的十分嚴重 石櫃上重視著小福的油畫 這個房子還真的到處掛滿了畫 石櫃的角落擺著 隨意裝備者的手稿 破損得很嚴重 有幾本都脫線了 他將寫意與之交融 最有貢品的什麼 逐漸腐朽 誰說到 無以置身為求 血為氣 什麼什麼 也許多內容已經無法辨識 應該是奇幻小說 用來的 不會保證到六頭 調音 書籍底層 壓著一本先生的樂譜 邊緣眼睛泛黃 看起來很老舊 好啊 好啊 我 拍一個照啊 好 等一下啊 我 我稍微截個圖 我覺得 剛剛那邊一定有 有用處 好 繼續看說 感情屋主常常坐在這裡讀書 不過這裡的長書真的很多 桌上擺著地球與基本關於其他國家的書 很耐心研究的樣子 好 再來看這裡 喔? 哪啊都哪啊 可是重點是我不知道去哪裡聽 可以上去是信證之類的 不過還沒寫上任何東西 我主的私人日記本 甚至打開感覺不太好看 看啦 都已經那個 都已經落難 好 去隔壁 只要已經找到鑰匙好像能對上 喔 是房間 是房間 書起來了 不過能隔著玻璃看到裡面放著很多書 但好像少了幾本 對上善弱的幾本書 可能是書上 書架上拿下來的吧 內頁印著奇怪的符號 好 一樣 接個圖 好 等一下再看看要去哪一件名 木製的櫃子裡面擺放著一些雜物 總覺得這些用侵害別人的隱私不太好 枕頭摸起來硬硬的下面藏著什麼呢 他直接拿欸 他沒有問我欸 他沒有問我要不要拿欸 書架直接拿欸 這樣好嗎 手槍 可惜我已經有拿獵槍了 船單和枕頭善任者 將是腳上慌慌張張張起床 好 這個 這個 將來上水一百的幾本書 可能是屋主睡前讀物 書籍上有一些污損 欸 可是要不能拿 喔 可以聽 好 那你要來聽 導舟的帶在沙發 魔術的很嚴重 感覺年代已經很久遠 欸 這這這這八個吧 直接踩上去 那直接來使用吧 我們先從第一卷 那就一三四而已 對於帶上簡單要數字標注著 不曉得是什麼內容 第一次來這裡對吧 一開始不用太緊張 慢慢來就可以 相信我把心裡的想法講出來 感覺會變得更好 我不想說 只是朋友建議才過來的 我很好 不過是有點失眠 之後應該再也不會來看診了 沒關係 那在聊程結束前 我們還有很多時間 就當作是閒聊怎麼樣 沒什麼好講的 每天都像從惡夢中醒來 開始全新的一天 好像在那之前 從來沒有火鍋一樣 到了學校之後 看到熟悉的點才會 逐漸想起 關於那些人的事 這應該是醫生跟病人的談話 所以灰色的應該是 醫生 你是指在那之前 我是說更久以前 全都不記得 對嗎 聽起來很奇怪 但沒關係 我想照你說的 看起相關的事 也會慢慢想起來的 這種感覺很奇怪 很奇怪 像是被逐漸 像是被逐漸 想起什麼一樣 感覺是診療紀錄之類的 我好像也做過這樣的治療 都聽一聽好了 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 我剛剛完成了更新 試試的什麼 也不記得任何事 可能是出了什麼差錯 明明什麼都記得 而且她非常不乖 不只想要逃跑 還差點放火燒了我的房子 迫不得已 就重新開始 重新收集材料 收集材料真的好麻煩 就要假日 某某某可以好好聽我的話 我還記得 那個 誰第一次來家裡玩的樣子 比這次的 我還要小一點 好想快點見面啊 當初 那麼糊糊的 讓我代替她被怎麼樣 這也沒有出現了 下一次出現會是什麼時候呢 好期待 啊 到底講什麼 好 那再看第四個 你最近還好嗎 感覺怎麼樣 就跟網城一樣 行虛左右的生活著 別那樣小 至少跟好朋友們 安然度過了平常的日子 是啊 不過總覺得沒有辦法融入團體生活 除了智 除了智 除了智來熟的 智來熟的 什麼以外 跟其他人也沒辦法答上話 應該是你之前提供的朋友吧 多個人說說話是好事 但是 要是有空的話 去深深心 如何呢 就當作是 一般小感冒 治療就好了 這感覺像是 在講主角啊 多出去走走 放一種心情 也許 對你有幫助 小感冒 但是那麼簡單就好了 對呀 事成相似的庇話 欸 可是什麼其他的都沒有找到欸 好 這個也不知道要去哪裡解謎 欸 蛤 那我先要去哪 都用過啦 還是我有東西 就是 探索得不夠仔細 欸 這個地方這麼大欸 我 我完全不知道 要去哪 而且我不能點解析卡 我點 點解析卡的話 應該就會直接死掉 我 我再點一次去看哈 還是算了 可以點算了 嗯 欸我先 先去探索一下喔 好像沒有地方可以去了嘛 欸 喔喔可以了 地上 閃落了幾本書 可是樹下上了下來的 書的上方 不知道沾到了什麼 謝吧 欸可是 他這個要對照哪裡啊 我稍微看一下我剛剛 啊對我底下去調音啦 好 他是一個方塊斜線 啊下面有無限的符號 那這個是剛才哪一個 那這個是 IV是幾啊 忘記了 好 我們來先 我們先移動一下調音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 接下來能做什麼 搞不好這個跟那個 調音的部分呢 有所管理的 之類的 直接來 欸 我是不是要直接使用 我小時候學過一點鋼琴 或許你的萌道也說不定 應該可以了 喔他直接幫我用 啊 使用CDEG FAB 來彈這個鋼琴 所以我們 剛剛我剛剛截圖的那一張 我看看哈 好我們來彈 直接直接按照嗎 欸好像有什麼東西掉下來 老舊的鑰匙 不知道哪裡的鑰匙 不用彈啊 不過我要彈完 欸 好 好好像不用彈完 好 那應該要給我東西了 出去吧 可以出去喔 好 老舊的鑰匙 小羊鑰匙 我記得 我印象說 近的有個地方可以開 但是我真的想不起來了 是這附近嗎 我記得應該是這附近啊 嗯 好的各位 我回來了 我剛剛想說 先去逛一下 結果來到這裡 就有劇情 就覺得忘記了什麼事 我們還是趕快離開這裡吧 這邊有一扇門 可以通到外面 要不然我們從這裡出去看看 從哪裡出去不是一樣嗎 外面有石鑿打著 絕對 是不是要迎接一個結績了 不管啊 過去看看也好 總有一種不想的預感 謝謝拜拜 別過去了 沒什麼好看的 很煩欸 你們到底藏著什麼 不要讓我知道啊 他發瘋了 他發瘋了 竟然要出去 出去太危險了 你沒看到他 都變成那個樣子了嗎 還不 還不都是你們見死不救 要是早點讓我出去 他一定會沒事的 那種事誰知道啊 要是放你出去 搞不好就兩具屍體在外面呢 他已經沒有反應了 出去也是無際於事 再說我們也不知道 兇手走遠了沒啊 誰說那是屍體 他一定還活著 而且要是照你說的 有黑影跑出窗戶 那肯定還在附近 儘快面對現實吧 要是你把那個門把 門把轉壞了 我們全部都會著秧 他一定受到邪靈受侵害 才會弱得如此的下場 你要出去也會著秧的 這個世界上才沒有邪靈 難道你們沒看到他身上 那個不尋常的傷痕嗎 一定是被人用什麼手法殺害的 不要再說屁話了 非以為我會因為這樣 就害怕了不敢出去 要等 要等死 你們自己等 完蛋了 他要把他擋開了 這種鮮豔的蛇 有蛇是不是 我看到了 那麼多 魔鬼闖進來了 讓那個女人 獨自接受處罰了吧 到底哪來 哪來那麼多蛇啊 完蛋了 該怎麼辦 但魔鬼闖進去會波及的 也不知道那個蛇有沒有毒 哪你 我想 那我 好啦我做好心啦 甚至要幫他幫幫看啦 或者是我會死掉 稍微生一手拿他一把就好了 我伸手拉出 呃 想要拉解析卡 一把 不是解析卡 是可瑟琳 卻疊著在地上 被他大力 撞向地面 吃中毒蛇 像是看見的食物 一般涌向了我 雖然被咬的當下 並沒有感覺太多的疼痛 但毒液像是鑽入了我的皮膚 我的呼吸 逐漸變得困難 身旁的 可瑟琳的呼吸 也從 出眾集處 變得回落了起來 大家的驚叫 與 滿世的花香 都逐漸離我遠去 遠去 遠去 Get over 耶 果然是做事 可是我們就是 把他 弄好死就對了 不管你了 OK 那我們就直接讓他 再見 拜拜 好 他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都沒有機會 可以救到 他已經被咬傷了 就算逃出來 也會被 也會毒發死 身亡 還是顧好自己比較重要 我們快點離開這裡 把門關上 等到最後都沒人群 都沒人群 就會散開了 好 我最後還是選擇 見識不救 也許到最後 我們大家都會這樣死去 叫你說 蛇 我們會主動攻擊人的 一定是那個純女人的動作太大 激勞到他們 我們已經被詛咒包圍了 每次想離開前地都會遭受主罰的 你倒是解釋 為什麼我們會被詛咒混住 我們可什麼都沒做 你不盡神 那對男女親服 你們一定各自犯下了不可老數的罪 對 這麼可能有這種事 我從來都沒有做 你們一個也別想他 我會看著你們毀滅 也在維也熊聽了 要不是那封破邀請函 我們也不會在這裡啊 對了 這種房子的屋主還沒出現 該不會就是他把我們召集到這裡 要一個一個把我們都殺掉 我最近可沒有得去什麼人啊 殺了我們也得不到什麼啊 或許就像電眼的那樣 只不過是想殺而殺罷了 但那些蛇 還有我們遇到的那些事 這項也沒有用 還是快報警吧 這個雨是我們逃不掉的 我的車也載不了所有的人 車子要是現在淋漓 反而要被一網打盡了 我現在雨是小一點 一邊想辦法求救 一邊找找看有什麼線索吧 這種壞傢伙要是沒被抓起來 可不好還會踩上我們 是啊 還有他對解析卡住的那些事 絕對不能輕易倒過他 不 我們只需要趕快從這裡逃出去就好了 讓警察來逮住那個傢伙送進牢裡 他會得到教訓的 管靠我們要抓住一個殘暴的兇手 也太危險了 已經死了四個人 難道我們還要做事不管嗎 你 你 請問我們能做什麼 想當正義使者嗎 也不先跌跌自己的精量 你 少給我一副自身之外的樣子 要是下一個被抓住的是你 我們一定會非常樂意見識不救的 別再吵架了 這樣對事情沒有任何幫助 天使已經完全變黑 中文已經有樹林 再加上這個暴風雨 我們不得不團結起來 要是對彼此有什麼不滿的話 也能平安離開再說吧 雖然 雖然 雖然男性總是一副 居然千里之外的樣子 但總能冷靜應對 我也不應該就是微微說說的 對呀 男性還蠻 還蠻冷靜的 路上似乎有看見某個 能擊退蛇的虎皮 哪裡 我真的用戀槍欸 我真的用戀槍欸 有一個蘋果掉了下來 破壞之後好像藏著什麼 紅色的故事說 指的就是入陰帶嗎 欸 那我拿 手槍欸 不行 只能用戀槍 好 那都不行 那我們來聽一下那個錄音帶 呃 第二 紅色的錄音帶上面寫著一串英文 呃 不念好吧 開始錄了嗎 好了 你聽到追著錄音的時候 媽咪一定 一定已經不在你身邊了 對不起 我跟爹爹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了 不能陪著你 但是我們做錯了 是連累到你了 對不起 一定要記住 不要靠近紅色的房子 不要找我們 最好不要詳情我們 我真的好想看看你長大的樣子 我們愛你 天啊 時間快來不及了 最後只剩一些雜音和奇怪的聲響 啊 接下來咧 又不知道要幹什麼了 欸 欸 對了 我 去拿那個 解析卡的禁食 因為那一個 可是你死了嗎 應該可以拿了吧 應該可以拿了吧 捏起來 應該 也許是我動笑 就這樣了 好 所以 就只是得到他的那個手記 欸 不要在我身上 那百分之百就是一個 鐵士林 沙達 可是重點是說 那個 屍體不見 玩家的屍體不見 接下來 嗯 我記得真的有地方是鎖住的啊 好吧 那沒關係 我想說呢 今天的時間應該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是先玩到這邊 往這邊先重播到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 掰掰 嗨 對